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国立台湾大学财务金融系的庄一庄老师 今天要来跟各位同学讨论的课程内容是关于行为财务学 行为财务学是比较近期发展出来的财务理论 那我们为了了解行为财务学它的一些观点看法 我们必须先从它与传统财务理论的差异来进行一个比较 首先我们先谈到传统财务学的观点 传统财务学认为在市场上大多数的投资人是理性 因为他们是理性的投资人 所以他们在市场上可以赚取合理的报酬 因此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常去活跃于市场 那么这类型理性的投资人 他们也充分了解风险性资产的风险与报酬的对应关系 就是我们一般常讲的高风险高报酬的这种正向对应关系 那么这些理性的投资人 他们如果发现风险性资产的价格有定价错误 那他们就会进行所谓的套利交易 使这个定价错误的现象得到更正 那我们后面会谈到他们如何进行套利交易 那传统财务学认为市场上只有少数的投资人是不理性 不理性的投资人 他们无法成为这个市场上的赢家 往往成为市场上的输家 会赔钱出场 因此无法长期活跃于市场 那不理性的投资人 他们对风险性资产的风险与报酬的对应关系 也不是这么了解 所以基本上他们是属于风险性资产定价错误的创造者 那么理性的投资人如何更正风险性资产定价错误呢 这可以分成两种方式来进行 一个就是所谓的单向投机操作 单纯买进价格被低估的风险性资产 或者卖出放空价格被高估的风险性资产 所谓放空的交易 我们最常看见的就是所谓的这个股票的融资 融券放空 就是说假设我们认为 红海的股票价格被高估了 那预期它未来应该价格要下修 所以我们就可以跟券商借股票 借红海的股票来卖 假设我现在借的红海的股票 卖出的这个价格是200元 那么过了一段时间 红海的股票真的如预期下跌到180 这时候放空的投资人 它就可以在市场上以180的价格 买回鸿海的股票还给捐商 那这时候它就会赚到20块钱的这个价差的利润 所以通常我们买进这个标的物是预期这个 该项标的物未来的价格会上涨 那卖出或放空这个标的物的话 通常是预期该标的物未来的价格可能会下跌 不过这种单向投机操作 它会带有一定的风险程度 那么要消除这种投机交易所带来的风险程度的话 我们可以进行所谓的双向套利操作 比如说我们先去复制 就是一个跟被低估的风险性资产相同系统性风险的最终投资组合 然后再买进这个被低估的风险性资产 同时也卖出或放空这个最终投资组合 那这样子就可以抵消掉它们两个的这个系统性风险 因为它们有相同的系统性风险 这个一个做多一个做空的话 就会把这个系统性风险消除掉 那被我们低估的被我们买进低估的这个风险性资产 它如果未来价格上涨 我们在这个做多的这个部位就可以获取正报酬 那如果同时这个卖出或放空的这个最终投资组合 它的价格真的下跌了 那我们也可以在这边这个放空的部位 得到这个什么正向的这个报酬 所以这种双向的套利操作 它可以消除这个整个交易操作的系统性风险 也就是说它也可以 它可以赚取所谓的无风险的报酬 那么行为财务学它的这个意涵 就是认为说市场因为投资人的追求这个报酬 而产生的竞争 会促使这个风险性资产的价格变得有效率 所谓有效率就是说风险性资产的价格 会适时充分反映其基本面价值 那么定价错误的现象只是短暂性的现象 因为有大多数的理性投资人 会进行所谓的单向投机交易 或者是双向的这种套利交易 所以把这个价格定价错误的现象把它更正 所以这个传统财务学认为风险性资产的报酬率 只能被其系统性风险的高低所解释 因此可以维持一个高风险高报酬的正向对应关系 那传统财务学也认为说 投资人采取主动式的投资策略是无法赚取超额报酬的 所谓主动式的投资策略就是说 他想要在市场上找出这种价格被错估的标的物 比如说这个买进被价格被低估的 或者是卖出放空价格被高估的这种标的物 那如果说这个风险性资产的价格 它都有充分反映起基本面价值 那么它的价格就是所谓合理的定价 所以我们不管是买进或卖出 这种被合理定价的这种风险性资产 我们能赚取的报酬就是合理的报酬 所谓合理的报酬就是说 它提供的这个报酬率跟它的系统性风险高低 有一个关联性在 所以如果这个市场上的风险性资产 都有被合理定价的话 那我们应该要采取的投资策略是属于被动式的 也就是说我们只能赚取合理的报酬 无法赚取超额的报酬 所谓超额的报酬就是说 它提供的报酬率高于它的系统性风险 应该提供的这个报酬率 那被动式的投资标的 比如说我们最常看见的就是所谓 指数型的基金或者是ETF 那这类型的投资标的 近年来也受到这个很多投资人喜欢 那这个传统财务学的这个代表性的学者 就是这个Andrew Farmer 他是一个芝加哥大学的学者 他在这个2013年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 那行为财务学的观点 跟这个传统的这个财务学的观点 看法往往是处在对立面 比如说他们认为市场上有一定比例的投资人是不理性 不像传统财务学认为 因为不理性的投资人会成为市场上的输家 所以在市场上的这个投资人 在任何时间点大多数都是属于什么理性的投资人 可是行为财务学的看法就不 并不是这样子 那而且他们认为就是说不理性的投资人 也有机会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而长期活跃于市场 那为什么他们可以长期活跃于市场 当然就是说他们可以获利 因此可以长期这个活跃于市场 不会成为输家离开市场 那之所以可以让不理性投资人 获利的原因是因为套利是有风险 或者一些限制和成本 比如说这个法人 像这种一般的共同基金 他就被法规限制说不能做放空交易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去这个放空 价格被高估的这种标的物 那也因为套利的风险 导致套利的机制无法充分发威 比如说现在市场上是一个多头的这种情况 那可是这些股票可能都已经涨过头了 可是这个价格被高估的现象 如果可以透过套利的交易机制 来更正它的价格的话 价格未来应该会下跌 可是因为有套利的风险 理性的投资人不见得敢去放空这些什么 价格被高估的标的物 所以这些标的物有可能它还会继续涨 所以目前持有被认为已经价格高估的 这些不理性的投资人 如果未来这些价格被高估的这个风险性资产 它的价格还进一步上涨的话 那当然他们还是可以持续的获利 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说 一些理性的投资人在考虑的套利风险的时候 他可能会选择暂时离开市场 比如他认为现在市场 这个股票价格都明显高估了 然后他也没有办法进行套利交易 或者考量套利的风险 他不进行这个套利交易 所以他可能就暂时先离开市场 那另外一个选择的做法就是说 那我就跟着这些不理性的投资人 一起怎么样 来这个交易这些 这个价格错误的这些标的物 所以他就可能就会跟着这些 不理性的投资人随波足远 那这样的结果就是说 市场上变成是大部分 都是属于不理性的投资人 在主导这个市场 所以这个风险性资产定价错误的现象 不但没有得到更正 反而会变得更加严重 那行为财务学他也认为说 市场无法因为竞争而变得有效率 因为风险性资产的价格 往往无法充分反映起基本面价值 那考量到套利交易 有一定的难度于风险的情况下 风险性资产定价错误的这种现象 可能会持续一段很长的时间 所以也就是说风险性资产的报酬率 就没有办法被他的这个系统性风险高低 充分解释导致有超额报酬的现象 那所谓超额报酬也就是说 他的这个报酬率有可能是偏高 那也有可能是偏低 那行为财务学的学者认为说 这个因为不理性的投资人 他们的想法跟行为难以预测 所以我们想要利用他们不理性的行为 来赚取超额并不容易 所以投资人应该采取被动式的投资策略 赚取合理的报酬 所以行为财务学跟传统财务学 他的很多看法观点是相反的 不过就是说他们最后都建议说 投资人应该采取被动式的投资策略 这是他们唯一的一个共识 那行为财务学的代表性学者 比如说有这个Daniel Kahneman 他是2002年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得主 Robert Schiller是2013年 Ritual Schiller是2017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那我们来看一个 投资人不理性的典型案例 就是最近才刚发生的 在今年的10月28日 这个Facebook 脸书美国这家公司宣告 他们要把公司名称 改为 称之为Meta 那么同时间 另外有一间加拿大的上市 加拿大的材料上市公司 它的名字叫做Meta Materials 然后投资人可能搞不清楚 这个是属于加拿大的材料公司 因此认为这个可能是属于脸书这家公司的股票 所以大家就一窝蜂的跑去买 这个Meta Materials 这家公司的什么股票 所以这家公司 在近期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利多消息 但是因为投资人误认为 它 它是由脸书 更改为Meta的这个公司 所以大家都跑去买 造成它的这个股价就突然大涨超过30% 那像Cooper 这几位学者 他们在2001年的这个研究论文里面 也发现就是说 当上市公司改了一个比较符合 当下最受投资人亲爱的公司名称 在公司基本面无任何改变的情况下 股价居然可以莫名的上涨 那他们那时候主要的发现是说 在2000年左右 那个网季网路 这个开始盛行的时候 很多这类型公司的股票 即使没有赚钱 公司没有赚钱 可是股价还是很高 所以就有其他 这个并不是 它的这个公司的这个业务 跟这个网季网路 并没有相关的公司 比如它可能就是一家化学公司 或者是它是一家成衣公司 然后呢 他们就把公司的名称改成 什么什么什么 那当投资人看到 这公司名称有 这个名称的时候 就以为它就是网季网路 股的这种公司 然后呢就大家就跑去买 买了结果呢就造成他们的股价 就莫名的上涨 那同期间 这几位学者 在2005年的这个 这个研究论文也发现就是说 共同基金也有类似的这个现象 就是说如果这个基金的名称 改成一个比较符合 近期热门基金类型的名称 那基金的销售就会明显上升 可是基金的绩效 并没有明显变 比如说现在比较流行的是成长股 然后呢它就把这个 基金的名称改成某某某成长股 然后呢投资人看到成长股 这几个这个关键字 就赶快去买这类型的基金 可是呢这类型的基金呢 它的主要投资标的 可能并不是真正所谓的成长股 那我们来看看 刚才前面有讨论到说 理性的投资人呢 他即使发现风险性资产的 这个价格定价错误 他也不一定会进行套利交易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套利是有风险的 那什么叫 何谓风险呢 这个风险我们简单的解释就是说 代表投资结果的不确定性 譬如我们买进了某一支股票 那当然是预期它会上涨 投资人才会买进 可是这个它会涨几% 甚至它如果跌的话 会跌几% 这个我们都是没有办法 事先百分之百确定的 所以风险就代表 投资结果的不确定性 那套利风险 我们基本上 可以把它区分成三种风险 分别是基本风险 杂讯交易者风险 杂讯交易者 这个是一个学术上的名称 所谓杂讯交易 这类型的投资人 就是被定义为使用无实质资讯内涵的 无实质资讯内涵 在做交易的这种投资人 比如说它可能是道听途说的 或者就是所谓的这种假利多或利空的这种消息 然后就去买进或卖出股票 那再来另外一个套利风险就是关于融资风险 那我们就等一下分别来讨论这三种风险 所谓的基本风险 代表套利者本身所预测的资产价格走势可能是错误 比如说你认为某项标低估它的价格被高估 但事实上它有可能是被低估 那这个比较典型的这个案例 就是美国的一家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那这家公司它有三 它是属于对冲基金 它有三个主要的操盘者 就是John M. Lewis Robert Merton 跟Mill Hughes 那后两位它其实是199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 那所以说他们这个财经的这个专业知识应该都蛮丰富的 可是呢 这个 他们在1998年的时候俄罗斯发生金融风暴 他们这个对冲基金 就是预测这个债券的价格总是错误 导致交易的多空部位同时产生巨额损失 比如说他们认为德国债券要下跌 就他们就放空它 结果反而德国的这个债券价格是上涨 那么他们认为这个意大利债券的价格应该要上涨 结果他们就买进 那后来反而这个是意大利的这个债券价格是下跌的 那这个对冲基金他们一开始的操板绩效的确不错 不过就是在98年俄罗斯发生金融风暴 因为这个对债券价格走势的判断错误 就产生了巨额损失 那杂讯交易者风险 我们前面已经定义何谓杂讯交易者 也就是使用没有实质资讯内涵在做交易的这种投资人 那这类型的投资人往往会促使资产价格偏离合理的基本面 所以这个不但会增加这个套利者进行套利交易的难度 而选择放弃套利 甚至也有可能会导致套利者在进行交易之后 反而是蒙受损失 那这个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个 Jogi Solos 他这个人争议性蛮高的 然后他这个被称为金融巨二 那他最早成名的时候就是说 他在92年的时候曾经去偷袭过这个银棒 然后这个导致最后银棒这个很严重的这个下跌 赚到很多钱 然后他在1997年的时候大量抛售泰铢 最后导致这个亚洲金融风暴 就是同期间很多国家的这个货币也都严重下跌了 然后他在2003年网际网路泡沫破裂之前 他就有认为说这个泡 他就预测到说这个泡沫应该要破了 所以他赶快就提前去放空NASDAQ这些网际网路股的这个股票 可是当他进行放空交易了以后 这个NASDAQ的股票不但没有下跌 反而继续上涨 也就是说这时候市场上这些不理性的这个杂讯交易者 他们认为在当下他们认为NASDAQ的股票并没有被高估 所以还是持续的买进 所以最后这个多空交战的结果是多方获胜 所以这个NASDAQ的股票不但没有下跌反而继续上涨 那导致这个乔治索罗斯 他这个放空NASDAQ的股票反而是蒙受巨额损失出场 不过这个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这段历史 我会发现说当这个Jogi Solos 他这个放空NASDAQ股票损失出场了以后 好像我印象中没有几个月 真的这个NASDAQ就崩盘了 所以就是说这个Jogi Solos 他是有成功的预测到 然后有判断出这个NASDAQ股票有被高估 而且这个泡沫即将破裂 可是他在放空的当下 他面临到市场上众多不理性的这个杂讯交易者 这个看多导致于他这个做空反而是蒙受损失 那我们再来讨论这个融资风险 融资有可再细分成三大风险 一个就是所谓投资期间风险 比如说这个资产价格错误 错估的这个更正时间过长 就会导致套利融资成本会增加 比如说我们放空某个被我们认为 这个价格高估的这个标的物 那你可能预期未来他一个月价格就会下修 那我们就可以获利出场 可是一个月过去的 两个月过去的 这个被你放空的标的物 他可能价格没有下修 反而是在上涨 这时候你就要面临说 我要继续持有我的这个放空部位 还是就是这个任务损失出场 那这个就导致这个 假如你要继续维持你的这个放空部位的话 那你这个资金就会被在这个空部位 被套牢很久 那你的这个资金来源 如果是来自于这个融资的 比如说就是说借钱 借钱而来的 那你可能这个要承担的利息 就可能更高 那或者是说 即使是使用自己的自有资金 来进行放空交易 那因为这个资金被套牢在这个 这个空部位很久的时间 你也没有办法把这个资金挪移到 去做其他更有利可图的这个什么投资 所以这也算是隐形的这种套利融资成本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一般在买股票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跟券商借钱买股票 就所谓的融资买进 那当你跟券商借钱买股票 然后买进之后 这个你的标的物反而是在下跌的 那下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这个券商为了怕你还不出钱来 他可能就会要求你要提 什么提供更多的保证金 那这时候你就这种套利者 就会面临这个保证金追缴的压力 或者是说你这个融券 就是说这个看空这个标的物 然后你去放空他 结果放空了以后 这个他不再没有下跌 反而是在上涨 那这时候上涨就会造成你的放空 部位会有损失 所以你可能在这个面临损失的情况之下 要被迫提前卖出介入股票 那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些 投资人不理性的一些行为 我们说来讨论过度乐观 或过度悲观的情况 那这个是说 投资人对于未来事件的发展 有过度乐观或悲观的预期 认为资产价格 未来上涨或下跌的几率很高 而且幅度会很大 那因为我们前面有讨论到说 做放空他会有一定的限制 成本或风险 所以这个资产价格 受不理性投资人过度乐观影响的程度 会比过度悲观严重 因为如果投资人过度悲观 导致于风险性资产的价格偏低 那我们就可以买进他 然后他的这个价格可能就会逐步上涨 但是如果说是价格高估 我们也没有持有该项风险性资产的时候 就必须要用这种放空的方式来进行操作 可是因为有放空的限制成本跟风险 这些考量之下 理性的投资人 可能他就会选择放弃这个什么 进行放空交易 所以这个价格高估的现象 就比较不容易得到更正 那我们来看一个这个 Hershleifel跟Shan Wei这两位学者 在2003年的这个研究论文里面发现就是说 根据心理学的研究 就是说天气的好坏 事实上是会影响人的情绪 所以他们就去收集了 这个很多国家 这个股市交易所 当地的这些天气的状况 比如说这个是不是晴天 那日照的时间 温度湿度等等 这些跟天气有关的这些指标 来判断天气的好坏 然后他们发现就是说 如果当地股市交易所当地的天气不错的话 那这一天股价上涨的几率就比较高 那如果说这一天的天气比较差 投资人可能就影响 情绪受到影响 产生比较悲观的看法 那股市就比较容易下跌 那资产的这个价格 在投资人过度乐观的时候 他就会呈现这个超涨 那如果过度悲观 当然就会超跌 可是随着这个相关资讯的逐步揭露 这个超涨或超跌的这个现象 就会逐步得到更正 比如说像贝克跟乌格尔 这两位学者 在2006年的这个研究论文里面发现 就是说 比较容易受投资人影响的股票 当前期投资人的情绪比较好的时候 就会产生超涨 那超涨了以后 因为随着相关资讯的逐步揭露 就会投资人会认知到 好像涨过头了 所以这个股价就会下修 所以等于说 前期的投资人情绪比较高的时候 后期的这个股票报酬率 反而是比较差 因此这个前期的投资人情绪 与后期股票投资报酬率 就会呈现一个负向关系 那过度乐观 这个也很有名的例子 就是那种刚上市柜的这种公司的股票 那这些股票 通常在刚上市时的时候 它的这个报酬率都很可观 可是长期的这个报酬表现 都令人失望 那也就是说 所以投资人对这种刚上市柜公司 它这个公司或者股价的表现 有过度乐观的这种情况 所以导致他们刚上市柜时 这个股价都会呈现上涨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 发现这些刚上市柜的公司 可能它的经营绩效 并没有如原先预期的这么好 所以股价可能又会开始下锈了 那像Edward跟Nutt 这两位学者在 1999年的这个研究论文里面 发现就是说 分析师对于于宣告的坏消息 会反应不足 可是对公司于宣告的好消息 就会反应过度 也就是说这个分析师 有这种喜欢报喜不抱有这种倾向 那这当然是来自于就是说 这个分析师 他们都是在券商底下工作 那券商的这个主要收入 就是靠投资人交易股票 赚取这个佣金费用 所以这个投资人 在券商这里的交易越多的话 那这个券商的这个收益就会越高 那因为一般市场上 大多数的投资人 还是属于做多的投资人 也就是他希望买进股票 等他上涨 获利把它卖掉 这类型的投资人 还是居市场上的这个绝大多数 所以要刺激投资人 这个交易股票 最好是释放这个什么利多消息 所以这个分析师 因为他是在券商底下工作 所以他就喜欢报喜不报忧 那过度悲观的这个例子就是像 Admonds 这是几位学者的 他们就在2007年的这个研究论文里面 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每四年一次的这个世界杯足球赛 那这个比较这个疯狂 这个足球运动的国家 都会什么 特别关注这个四足赛的这个比赛 那他们发现就是说啊 这个四足赛 他们的国家对如果输球的时候啊 就会对 让这个这个国家的投资人的情绪 过度悲观 然后就导致他的股市会下跌 那再来我们要讨论的 这个投资人 一种明显的不理性行为 是属于过度自信 所谓过度自信 自我归因的偏误呢 就是说如果事件的发展符合原先的预期 那会归因于自己的什么 这个预测能力好 造成了自信性明显上升 可是如果事件的发展不符合原先的预期呢 他就会去归咎到外在的因素所造成 而非自我的预测能力比较低 所以对自信性的下修就有限 所以一般来讲 投资人会进场买股票 通常就是你认为我买股票可以获利 所以从这种简单的行为模式上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 投资人可能具有过度自信的倾向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在市场上的投资人 这个不是每个投资人都可以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那像Barbara Odin这两位学者 在2001年的这个研究论文里面发现就是说 如果投资人对自己的选股能力 产生过度自信的时候 他就会比较积极的交易股票 可是往往绩效是比较差的 那他们就得到几个非常有趣的这个研究 研究这个结论 他们发现说单身男性交易股票最积极 可是绩效最差 那单身的女性交易股票 这个相对是最保守 也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积极 但是绩效却却最好的 那有投资 有结婚的投资人 交易股票的频率跟绩效 就介于单身男性跟单身女性总结 那当然他们的结论是说 单身男性交易股票最积极 是因为单身的男性比较容易过度自信 因为他们也是引用心理学的文献 就发现说自古以来 这个在远古时候 这个男性从事的工作 比如他要去狩猎 然后做这个从事的工作项目 都是比较危险性比较高的 那如果他可以成功狩猎 就可以让这个一家获得温饱 所以他就可以对自己的自信心 就会比较比较强 那女性做的这个工作 他可能就比如说就是缝制衣服 或者是煮饭等等之类的 相对是比较没有风险性的这种工作 所以单身女性自古以来 相对男性他在自信心上面 是相对比较不容易产生过度自信的这种现象 那再来我们要谈到就是说有限的注意力 也就是说人们无法及时关注所有最新的重大讯息 以致对讯息产生反应不足的现象 那这个现象来对散户投资人 比对这个法人投资人更明显 所谓散户投资人就是我们一般的投资人 就是我们有自己正常工作 也就是我的职业并不是在从事买卖股票 当成职业的这种投资人 那法人就是我们 比如说我们台湾股市的三大法人 就是外资或者投信 投信大概就代表是这些这个基金 这个的基金投资人 或者是这个自营商 就是这个券商自己也会这个 买卖股票的三大法人 那因为这三大法人 他们的这个工作就是在交易股票 所以他们对于这个相关讯息的 关注程度会比较高 那我们赏务投资人可能因为有自己的政治工作 所以在股市开盘期间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注意到所有相关的重要讯息 所以会导致这种讯息 这个产生反应不足的现象 所以像Home跟State 这两位学者 在他们1999年的这个研究论文里面 他们认为说 资讯在市场上是逐步传递的 所以投资人接收到相同的一个资讯的这个时间点是不同 有人接收的这个资讯比较早 有些人接收到这个资讯的时间比较晚 那通常法人因为他的这个工作 就是这个买卖股票 所以他们通常往往是比较早接收到这个资讯 所以早接收到资讯 比如说有利多消息的时候 他们就什么 会这个在第一时间经常买入股票 可是比较晚接收到这个资讯的投资人 他可能是隔了一天两天之后 有看到这个利多消息的 他在进场买股票 所以等于说这个利多的消息 不会在第一时间就充分反映在股价上 他可能要经过这个一两天两三天的时间 才会涨到一个合理的价位 然后使股价产生动能现象 我们所谓的这个动能现象 是我们这个学术上的一个用语 也就是说这个股票有这种续涨续跌这种现象 那其他学者也有发现 这个投资人 因为他没有办法及时关注所有的这个资讯 或者去分析到所有的股票 所以他就会去特别注意 具有某一些特征的股票 而进而买入 比如说像这个Seahorse Wu 这两位学者在07年的这个研究论文里面发现 就是说 投资人特别会关注涨停板的股票 然后并且买进他 那像Baba Odin这两位学者 在2008年的这个研究论文里面发现 他们发现赏务投资人 喜欢买前一天交易量特别大 或者是报酬率特别高 以及有媒体报导的股票 那像Hershleifert这几位学者 他们在2009年的这个研究论文里面发现 就是说 当某一天有比较多家的这个上市公司 同时在发布淫于信息时 那这些公司的股价 对淫于宣告的反应程度 就会明显不足 也就是说 投资人无法这个同时关注到 这么多家公司在发布淫于信息 所以当这些公司 在同一个时间发布公司自己 赚了多少钱或赔了多少钱的时候 大家没有办法这个什么 集中他的什么这个注意力 要分散来注意的时候 那可能对这些淫于宣告的利多 或利空消息的反应程度 就明显不足 那像这个Delavigia 跟Pollett这两位学者 在2009年的这个研究论文里面发现 就是说当公司是在星期五 发布淫于讯息时 那股价对淫于宣告的反应程度 就比较小 那他们的解释是说 因为星期五 很多人如果是赏 可能就准备要去度假了 或者是法人的这些基金经理人 他可能也排礼拜五是休假 但是他只有五六日三天 他就可以去度假 所以等于就是说在星期五的时候 这个市场上的投资人 在关注这个讯息的程度 就比较低 所以当这些公司 选择在星期五 发布淫于的讯息的时候 股价的反应就比较小 那像Dar et al这几位学者 他们在2011年的研究论文里面发现 就是说 如果某一家公司 在Google上面被搜寻的次数 比较频繁的时候 那这家公司的股价 短期间就会明显上升 可是长期又会产生股价反转 也就是说投资人有注意到 这些公司的时候 往往就会去买进它 就如同我们前面讲的 市场上大多数的投资人 都是做多的 就是希望买进股票 等待它上涨 获利再买出 那可能你当你关注 这家公司的股票的时候 就会在这个Google上 去查询这些公司的什么 一些相关资讯 然后就可能会买进这些公司的股票 然后造成这些公司的股票 可能产生什么 这个超涨的这个现象 所以当日后的这个资讯 又逐步揭露的时候 可能就会发现说 好像没有自己原先预期的这么好 所以股价又开始下修了 反转 那像Bali et al 这几位学者 在2011年的这个研究论文里面 发现就是说 投资人会特别注意前一个月中 单日报酬率特别高的股票 而且会买进这类型的股票 也就是最高 可是他们的研究发现说 这类型的股票在下个月的报酬率 就会特别差 那这个行为才会觉得里面一个最有名的理论 就是所谓的展望理论 那展望理论 他们认为就是说 投资人讨厌损失的程度 会大于享受利得的程度 然后呢 那投资人在面对利得时 会产生风险趋壁的行为 在面对损失时 只会产生风险爱好的行为 那我们前面有 曾经这个有解释 就是说 对于投资结果的不确定性 所以不确定性 一个是所谓的利得的赌局 那这个赌局 我们假设有两种 进行的方式 第一个方式就是说 你参与者可以直接拿100块 就是等于是空手赚了100块 那第二个这个进行方式就是说 我们来丢一个铜板 那如果得到正面 我们可以 参与者就可以拿200 可是得到反面的话 他就拿到0元 那这个实验的结果 这个就是说 这个学者进行实验的结果 发现大多数的参与者 他如果在参与这种利得的赌局 他会选择第一种方式 就是想要直接拿100块 虽然你说丢铜板有机会拿到200块 但是也有一半的几率 你会拿不到钱 所以当这个参与者 选择用第一种方式 直接拿100块的方式 就代表说 他讨厌第二种方式 因为讨厌第二种方式 有不确定性 到底你会拿到200块 还是0元 这是有各一般的几率 所以有不确定性 那反观 如果我们再设计一个 所谓的损失赌局 也是有两种进行的方式 第一个就是说 参与者 第一种方式 参与者必须只先付100块 那第二个方式 就是说 一样来丢铜板 如果参与者 丢到正面 他就付0元 可是丢到反面 他就要付200元 所以第二种方式 他的这个期望值 也是什么 也是要拿出100元 因为他有一半的几率 不用付钱 但是也有一半的几率 什么 要付200 所以其实 这个跟直接拿100的这个什么 这个期望值 都是100 付100 都是一样的情况 可是这个学者 这个研究结果发现说 在这种损失的赌局里面 大多数人会选择什么 用第二种方式 来参与这个什么 损失的赌局 而不是直接付100 为什么他们要选择第二种这种方式 来进行这个损失赌局 因为我有机会 我有一半的几率 可以不用付钱 所以当大多数的人 参与者 你选择用第二种方式 来进行损失的赌局的时候 反而是隐含 他喜欢不确定性 所以等于就是说 在利得的赌局的时候 投资人会产生风险趋壁的行为 可是在面临损失的时候 投资人又会产生这种 风险爱好的行为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 展望理论 那这是由卡内蒙跟Treyfusky 这两位学者 在1979年提出来的这个理论 那其中的这个 Daniel Kahneman 这位学者我们之前有提到 他是2002年 诺贝尔奖经济学奖的得主 那当时 Treyfusky因为已经过世 所以他就没有拿到这个诺贝尔奖 所以当投资人呈现风险趋壁的倾向时 他就会要求比较高的报酬率 这就是我们前面讨论的 就是说 当投资人如果这个讨厌风险的时候 这个你要让他承担风险 他就要有比较高的报酬率 可是在他呈现追求风险时 他就不会要求比较高的这个报酬率 所以像王这几位学者 在2017年的这个研究论文里面 他们发现说 如果某一支股票过去一段时间 平均而言 买卖这支股票的投资人 是属于这个获利的状况的时候 那他们就会呈现风险趋壁的倾向 所以这支股票 未来我们如果衡量它的风险跟报酬 你会发现他们是呈现一个正向关 正向关系 也就是他的风险变高的时候 投资人就会要求比较高的报酬率 可是如果说 某一支股票过去一段时间 平均而言 买卖这支股票的投资人 是属于损失的状况的时候 那他们就会呈现 这种追求风险的倾向 所以我们能量这种股票 未来跟风险与报酬的关系 就会得到一个什么反向的关系 也就是说 高风险 并没有得到高报酬 那这个展望理论 也可以解释 所谓的处置交易行为 这个也是投资人 很有名的一种不理性行为 也就是说 投资人会因为风险趋壁 而急于卖出帐面获利的股票 但是会因为追求风险 而死报帐面亏损的股票不卖 那这个学者 有学者研究发现说 当投资人呈现这种处置交易行为的时候 往往他们急于卖出 获利的股票 在他们卖出之后 都继续在涨 然后他们不愿意卖出 账面亏损的股票 这个在日后可能跌的就更严重 所以就很明显都不是理性的行为 那像这个 Shirving Statement 还有Odin这几位学者 他们这个研究论文里面 就发现 这个赏户的投资人 都很明显具有这种处置交易行为 那这个展望理论 也可以解释股票的这个动能现象 我们前面有稍微解释 所谓股票的这个动能 股价的动能现象 就是说股价可能会呈现 这个续涨或续跌一段时间 那为什么展望理论 可以解释股价的这个动能现象 就是说当股价有利多消息时 因为投资人急于获利了结 就会导致这个股票的这个卖压过重 所以股价无法立即上涨到合理的价位 要经过一段时间 才能逐步上涨至合理下位 那下跌的话 就刚好利多利空消息 造成这个下跌刚好就倒过来 比如说某一支股票 他有一个利多的消息 那这个利多的消息 应该让他的股价上涨10块钱 可是买这支股票的投资人 他可能在这支股票 因为利多消息上涨到2块钱 3块钱 4块钱5块钱的时候 他就急于什么 获利了解 所以也就是说 这支股票有利多消息 没有办法让他在第一时间 就涨10块到应该有的合理价位 那因为这些获利的投资人 他就是在涨2块钱 涨4块钱 涨6块钱的过程中 他就一直在卖股票 因为他想要早点实现获利 讨厌这个不确定性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让这个股价 在第一时间就涨到合理价位 所以必须经过一段时间 才能逐步上涨到合理价位 所以就会造成好像这个股价的这个上涨 持续了一段时间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续涨一段时间 那利空的消息也可以做相反类似的这个解释 那底下我们有提到很多位学者 他们推导出来的理论模型 或者实证研究 都有发现就是说 当市场上的投资人呈现这种处置交易行为的时候 的确会让这个股价 它会产生续涨或续跌一段时间 那今天这个是我们要 这个分享的这个行为财务学的这个课程内容 那其实行为财务学还有很多内容 都很有趣 这个以后还有机会跟同学分享 那比如说有学者发现投资人呈 会有产生所谓的这个定毛效应 或者是羊群效应 或者是蛇咬效应 或者是施房钱效应等等 诸多各种不同类型的这种不理性行为 那这些都是行为财务学探讨的这个重点 那我们希望藉由今天的这个课程 可以帮助同学做个简单的了解 知道说行为财务学 它到底是在讨论什么样的这个 投资人的这个行为模式 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这个行为财务学 认为投资人他不是理性的 那他们会有各种不同的这种行为偏误 那导致就是说这个股价 会产生这种定价错误的现象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分享到这边 希望未来有机会 还可以跟同学继续分享行为财务学的内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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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